以后每一个宗里面有份知 这个知就是知派 真如同学校里面的风阔一样 愈分愈细 特别是对于现代人的修学 德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那么这次形成了宗余教 我们佛门里面自己称为宗教 宗专门指禅宗 包含禅宗所有的派别 像现在在台湾的邻居中 这是禅宗的一派 那么在韩国有曹洞中 比较上规模大一点 修学的人民多一点 这个称宗门 禅宗以外的都称作教 所以我们常讲宗门教相 佛教本身称宗教是这个意思 跟现在社会上一般讲宗教完全不相同 我们学佛的同学 所谓是佛弟子 对于这个基本的常识 不可以不知道 不能够不清楚 那么宗门跟教相 他这个教学方式永远不同 教相除了禅宗以外 其余的九个宗派 除小城两个之外 大城有七个宗派 都是依据经典 由起而生 按部就班的教学 这个是教相 这个中文的教学呢 它不依经典 它不用经典 所谓是不理文字 直指人心 这就好像现在教育里面的天才版 它不是普通版 你看六族慧能大师在谭经里面 告诉我们 他所教学的对象 是上上跟人 换句话说 比大臣根性还要高 上上承认才有能力 接受禅宗的教育 所以禅宗是佛教的天才版 不是普通版 普通版到他那个地方 学不到东西的 那个真教一步蹬天 你们有这个能力蹬不上去 那摔下来 就粉身脆哭了 这个脚下呢 像爬楼梯一样 它的时间差 进步是比较缓慢 但是你能够向上爬一层 你的境界就提升一层 去整乎童年书 我们有小学中学大学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慢慢的来 这个就是宗教 它里面的差别 在此地 宗文虽然不理文字 并不是他不要文字 并不是他不要文字 我们现在展开大藏经来看 禅宗的文字 比任何一宗都要多 都要过 不理文字 不执着文字 不执着文字 但是它还是需要经典来印证 证明他的知见是否正确 大摩到中国来的时候 最初用能切金来做证明 五族任何上以后呢 这才改用了金刚锦 六族惠能是从金刚锦开悟的 于是金刚锦的知名度 在中国佛教经典里面 那排名就低了 没有人不知道金刚锦 一直到后代啊 都还没有能改变 那么现在呢 禅宗衰了 衰的原因 上上根气的人 没有辣的 不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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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